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等于你就获取了人脉 因为人脉是眼下或者未来有用的人际关系 所以拥有人脉自然离不开姿势正确的沟通和结交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确实成功找到了目标人 但仍然获取不了这条人脉 获取不了的原因大致是两种 第一 觉得目标人高高在上不会理我 很多人就是因为有这种心理障碍而不去和目标人沟通 那么自然也就结识不了他了 不理的情况当然存在 要么这人性格超级古怪 这确实没办法 但是撞上的几率特别小 要么你说的事人家客观上实在不需要或者不感兴趣 这说明你没找对人 我们不能因为这两种情况的存在而驻逐不前 第二 陌生拜访的姿势错了 虽然你的事情对路子并且够分量 但是表达方式有问题 给对方造成了误解 严重的时候连带这段人际关系都会被破坏 潜在的人脉也会随之报废 这种情况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 我因工作或兴趣需要去拜访过很多陌生人 报纸上认识的也好 著作里认识的也好 电视剧电影里认识的也好 不管他名声多大身价多高吧 不回应我的真是寥寥无几 除了任何人都是普通人 大神也是普通人 也讲道理这个客观因素 我所遵循的陌生拜访黄金四法则 就是价值交换 身份对等 充分了解和篇幅恰当 应该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反馈 最早也是最经典的亲身经历 来自案例 邀约G13 2015年8月的某一天 我的老板突然对新生的互联网智库 在行发生了兴趣 要我把创始人G13约来谈谈 尽管老板是个坚持谈完 才知道能谈出点什么的人 我还是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但这就为我通过在行的对外部门 联系G13 增添了难度 因为我说不清楚具体要谈点什么 是采访还是合作 我不能跟人家说 我老板想跟你老板谈 谈什么我也说不准 虽然暗中常叹息 但内心还是挺笃定 因为感觉自己认识他都快十年了 很熟悉 虽然仔细想想 其实人家根本就不认识我 熟归熟 我还是本能的绝第三尺 把他的百科新闻访谈视频之类 翻出来通看了一遍 竟然小友发现 譬如 G13居然不是争鸣 和新华社科普科幻口 唯一的记者小鸡女士 肯定不是亲戚关系等等 既然是文化产业界名人 想都不想 就从新浪微博查到了G13的账号 百万粉丝帖子日更 这样就很好办 我随手拟就一段既热烈又克制 既威武又恭敬的文字 通过微博的私信发了过去 我说 G先生您好 我叫某某某 因为94年就进入了科幻圈 所以认识您已超过十年 但由于并无重要的事 因此从未打扰过您 现在我老板BS谭先生 FDA基金的创始合伙人 同时也是99年阿里集团的 首轮机构投资人 他觉得在行非常有意义 所以希望和您探讨一亚 未来是否能有合作或投资的可能性 谭先生的简介在某一个百度百科短链阶 不知道您最近是否方便抽时间出来 大家见面认识讨论一二 发出去以后 不免有些忐忑 怕人家不理我 破坏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结果只忐忑了半小时 G13就回了信 两句话简洁又爽朗 第一句是 我们去微信上聊吧 第二句是 我的微信号是JSSAN 下一秒钟 我就把他和老板拉到群里 之后的交流也很愉快 情商超高 特别能为他人着想的G13 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升华成了男神 事后 G13答员工问 为什么爽快回应 陌生人诸葛思远的邀约 为什么不假思索的认可 和信任了诸葛思远 这个布加V 头像也不靠谱的微博ID 原因无外乎 内容吸引我 文字吸引我 这是G13的原话 日月如梭 后来我也成了在行平台的行家 由于话题热门 营销得法 以及无法否认的运气 意外的就迎来了 接单量的暴增 某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学员 他说以前是G13的同事 于是我顺便问了句 在生活中 G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呢 文人般的高等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什么 难道并不温柔慈祥 对比太强烈了 以至于我大吃一惊 直到在群里 我亲眼看到G13说 他会拒绝大多数 即使见过一面的 微信加油请求 我才意识到 他如此主动地给我微信号 是个多么不同寻常的殊荣 于是我苦苦反思 绞尽脑汁 终于总结出了 与陌生大V 沟通 结实的黄金四法则 其实不是大V也适用 重点在于 事前他根本不知道 有你这么个人存在 其一是换位思考 你必须第一时间 把这件事 以对他有什么价值 或机会的面貌 呈现出来 这样才对得起 他用来回应 你的经历和时间 不要让对方 突然看到一个陌生人 蹦出来 单方面地有求于他 那样人家的本能反应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无论他是什么人品 或性格 不要觉得别人 没有雷锋精神 换位想一想 你自己 有没有大把精力和时间 来对陌生人 有求必应呢 在G13的案例中 我的老板不仅是 帝国理工和牛津大学的校友 而且拥有丰富的 海内外生活经历 辉煌的职业轨迹 和众多精彩的投资案例 但我只选两点 让G13知晓 一是老板职业生涯的最高峰 FDA创始合伙人 创投圈的人几乎都知道 FDA是世界最大共同基金的东亚风险投资部 第二是老板职业成就的最高峰 作为机构投资人 第一轮投过马云 这是多么的独一无二 然后我再用相应的百度百科条目内容加以佐证 其他的则通通略去不说 陌生拜访时 对方的注意力是相当宝贵 不容分散的 在我看来 尽管G13是身价已经上亿的明星创业家 但只要还是创业者 他对投资人就会永远有需求 永远欣慰盎然 更何况是投过马云第一轮的神话级人物 被这种投资人注目 欣赏和邀约 对于年轻创业家 已然是一种荣耀 无论最后能不能被投 是的 我对别人有诉求就必须能够吸引他 咱们节时 价值交换 可能双赢 岂不好吗 但我不止一次碰到过别人的无语诉求 套路大体如下 我初出校门 学业普通 特长欠家 一无所有 主要是不想努力 怎样才能找到贵人可以提携我 让我走捷径 抄小路 那么 请给我一个天降贵人 提携你的理由 或者圆润地离开 在经典电影《异曲难忘》中 乔治桑指责肖邦 去为波兰革命者愁挫良想 不惜伤害自己的健康 他说 自己身处蓝拳社会 而奋斗成文豪 受尽艰辛 而无人援手 那么 如今别人请求自己帮忙 也必须给到充足的理由 尽管肖邦的爱国情怀 值得景仰 乔治桑的冷酷原则 却也无可辩驳 仔细想想吧 每个有成就 有地位的人 都历经艰苦奋斗 虽说程度不等 但他为此耗费了更多生命 他的时间只会比咱们这种新手小白更短也更少 从而 其单位时间的价值当然也更高 那么 要他耗费宝贵余生的精力来提携别人 理由是什么 用什么来补偿 不好意思我是天秤座 对公平和守恒有一种变态的执着 人脉的基础终究还是价值交换 无论你的价值是现货还是期货 无论眼下交换还是未来补偿 你都要有心理准备 民间有说法 话操理不操 叫一起喝过酒 一起通过窗 一起扛过枪 最后是一起分过脏 那才是最铁的哥们 最牢固的关系 最为货真价实的人脉 如果对方对你说的事情 本身实在不感兴趣 或就不需要 那么只剩一种情况 仍然能保证他给到你良性反馈 那就是 他从自理行间感受到你素质高 认为不妨多一个你这样的朋友 语言文字是思维的载体 甚至思维的外化 行文的准确和洗恋程度 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思维素质 作者的头脑 G13的下属说 作为一位博士 13非常看重行文本身 我猜一定就有这个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 就算我的微博头像相当离谱 他也不假思索地选择信我 所以说 收获中咖大V人脉的途径 只有价值交换 而价值交换分成两种 一种是你的事 对他近期有价值 行文时你要表达出来 另一种是你这人 对他未来有价值 行文中你要表现出来 但在现实中 许多默拜者一上来 就洋洋洒洒天马行空 看似热情洋溢 实则不知所云 把上述两种价值 同时破坏掉了 尚且不自知也 别仰望 仰望一吃香 换位思考 价值交换是其一 地位姿态 尽量对等 则是其二 如果国家元首 造访别国首都 主人派出个市长前去接待 就会量成外交麻烦 至少生意是谈不成了 有位不曾谋面的前同事 为写他的新书 说要采访我 却派了两个与无伦次口音歪斜的小助理过来干活 后果相当严重 简言之 对己方的描述 不要让对方觉得双方身份差距过大 毕竟身在儒家文化的国家 人的阶层意识很难跟出 追根溯源 是因为两千多年前 主张平等的墨家 输给了主张不平等的儒家 当年齐景公问证于孔子 孔子对曰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到了西汉 董仲书又发挥性地提出 君为臣刚 父为子刚 父为七刚的三刚思想 而所谓刚 就是高贵者对低贱者的凌驾和支配 当儒家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之后 阶层意识也就深入明心 深入了历代中国人的潜意识 直到今天 在很多场合中 双方差距过大 是很难开启对话的 甚至在一些更为传统的地区 和更为老派的机构里 双方级别只差半级 也会导致级别高的一方 拂袖而去 这种现象在儒家传统保留的更多的日本 韩国更为严重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就非常罕见了 甚至人死后也是如此 在美国阿林顿公墓 士兵和将军的墓葬全部混排在一起 墓碑也没有豪华和简陋之分 这种景象就和中国的许多公墓园区 大相径庭 好在 随着商业文明的发展 总体而言 这种等级意识也在渐渐淡化 像我们在腾讯 有事随时在线联系马化腾 直接称他为pony 他若觉得有必要回应 就回 但无论如何 不会不爽 不会觉得员工们此举僭越 其他领导也是一样 当然 你会说 想来马化腾这样平易近人的大咖 毕竟很少 多数时候我们不免自感是小角色 在要找的人面前 脸红 心跳 自感矮了20公分以上 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态势 怎么办 须知一个人是多面而立体的 因此 构成他的元素应该是多方面的 年龄 职位 远不足以代表一个人 当这两样东西说服力不足时 就要果断地秀出 上司 老板 前辈 学长 平台 资源等元素 为我们背书增信 把己方描述得更体面 试想 一个太监算什么 尤其某些朝代的文盲太监 但如果太监对大将 传皇帝的口语 用镇这个第一人称训话 大将再牛掰 此刻也只能趴着听 我的学员小索 默拜爱奇艺CEO公语的时候 压根就没怎么介绍自己 全程狂秀自家母公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内容 和用户资源 大咖如公语 也立马被这些国家级资源 给吸引住了 马上回私信 求取小索的联系电话 试操中要注意的是 这站台的必须得对人家有些影响力 你不能抓一个你很崇拜 但对方压根就没听说过的 大多数人类的认知范围 其实比你认为的要窄得多 有时你搬了个旧兵 以为可以瞬间收下他的膝盖 其实对方一脸懵逼 我的朋友小杨 为了推销自己的课程 请来五六个非著名企业的 非著名高管 为自己写推荐语 占据了大半个页面 我看完长叹一声说 这样非但不能帮你增性 反而让人觉得你不自信 如果很不幸 你的上司老板前辈学长 富上娘亲七大姑八大姨 都没有可以唤起目标人注意的 而你的事情又十万火急 这时则不妨去研究 对方在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圈子 找到那种可以确定是朋友关系 同时又比较繁忙的 就跟目标人说 你是他这位朋友介绍来的 反正这二位都挺忙 目标人一般不会去问这朋友 嘿哥们 某某是不是你介绍来的 退一万步就算问了 他也不一定记得 自己是不是介绍过 毕竟日理万机 见的人也挺多 而且你又没有说是最近几天介绍的 目标人何必浪费这精力去求证呢 动物行为都是追求经济省力的嘛 他直接回应 看你事儿靠不靠谱不就得了 如果靠谱 不是他朋友介绍的也无所谓 如果不靠谱 谁介绍的也白给 但对于你来说 至少你的目标人有了反馈 而且正准备着倾听你的诉求 地位上尽量对等了 沟通姿态也得对等 你采取低到尘埃里的姿态 其实并不利于双方的顺畅沟通 李翔商业类参的主笔李翔 就有过淳朴的总结 他说 对付巨头的唯一要点 是把他们当人 换言之 你可以谦虚 但绝不能谦卑 知名社会学家刘渝就说过 人之初性本贱 高贵的是少数 这是普通人性的底色 和个人的人品道德无关 我有一位朋友 位居中型公司首席运营官 年龄偏大 事业有成 但当他需要联系合作公司 某位年轻基层员工的时候 他采取了拼命发短信 详细自我介绍的方式 身段放得不能再低 态度可谓极尽热忱 但对方反而保持沉默 始终不回应 就是不回 你咬我呀 我觉得呢 是这位朋友上赶着的姿态 助长了对方的小傲娇 这跟谈恋爱有些相似 谁过分的主动 谁就一定均于劣势了 所以说 不管是和大咖小咖沟通 仰望的姿态 不说一定有害无益 起码毫无意义 并不是李翔 刘渝或者别的谁 而是中学时 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让我醍醐灌顶 那年世界科幻年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 美俄两国的许多科幻泰斗和宇航先驱都应邀来到成都月亮湾 记得其中包括阿列克赛利昂洛夫将军 他进行过人类史上首次太空行走 嘉宾们的分量足以撬动整个地球 这让参会的中国学生激动万分 只要见到老外走出会场 就把人家重重包围 索要签名的胳膊 有如小树林般高高举起 哪怕那老外根本不是大师 而只是给大师拎包的 有个白人小伙儿被重重围困的时候 那又惊又喜又惶恐的表情 我至今记忆犹新 夜幕降临 贵客们来到音乐广场参观表演 这时我看到大学生志愿者们 全部蹲在椅子旁边当翻译 端坐椅上的大师们 不时向侧面低头和他们说话 看到这一幕 我似乎被雷劈到 普通人没什么成就 连对话都只能蹲在旁边 客观上 这未尝不是自取其辱 虽然大人物 完全没有侮辱他们的意思 是的 即便他们两两之间 凑得如此之近 看上去如此亲密 大师和学生们 本质上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不会因为大师跟学生签了名 合了影 交流了观点 他们的人生就拉近了距离 他的工业就为他增添了荣誉 我把我的签名本压在了箱底 从那之后 我就再也不要谁的签名 不当谁的粉丝 更不与名人合影 我觉得 没有相应的成就 我合以和大咖做朋友 大咖又应合与我做朋友 难道签名合影可以换来友谊 而如果彼此分量相称 做朋友也就是一个微笑 一句寒暄 一次握手 自然而然的事 更不用索取签名合影 甚至蹲在旁边 切记 在任何场景下跟任何人打交道 都不要激情仰望 真心崇拜 那毫无意义 要么以对等的姿态打交道 要么根本就不要打交道 真爱才会做功课 让他知道你懂他 换位思考价值交换是其一 地位姿态尽量对等是其二 尽你所能 充分了解目标人脉 则是其三 它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尽管我认识计时三 已经十年 但对话之前 还是把他的公开资料 又翻出来捋了一遍 虽说不至于英荣笑貌 莉莉在目 但做到人物画像 心中有数 还是比无敌放式强太多 譬如说 我发现原来他的真性 是和苗旁的鸡 不是女子旁的鸡 那我私信中 就以真性相称呼 人家一看 很好 你做了功课 真爱才会做功课 做功课表明 你很郑重 郑重 代表着尊重 又譬如 虽然是成年往事 我也可以 用彼此都熟悉的 科幻话题来破冰 迅速拉近双方的 心理距离 虽然你是 帝都有名的老总 而我是来历不明的故宫 但咱俩也是 混过同一个圈子的小伙伴 不完全是 正经八百的商务关系 这样 他潜意识里 我这人就没那么陌生 我去招呼他 就没那么唐突 也许你会问我 何以一上来 就像做科普的G13 提到科幻圈 很简单 还是多研究 多了解嘛 最后 我还注意到 他是浙江人 包邮区人民 普遍理性 务实 高智商 一直是我崇拜的对象 跟他们说话 我一向开门见山 从不绕圈 这样做 他也会暗暗加息 我这清楚 明白的表达 仿佛来了个同类 同类自然好说话 姓名 兴趣 这些容易理解 但多数人 很难注意到 中国人交流方式的 地域性差异 有位雷先生 就跟我吐槽 控诉G13 死活不理他 我很不解 但他强调说 真的找了很多次 G13不可能没看到 雷先生 是做培训销售的 性格热情豪爽 文风体贴甜蜜 最爱说 我超级崇拜你呀 认识您是我三生有幸呀 对您的佩服 滔滔不绝 五体投地 这画风 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汗不敢出 一天 他托我帮忙 更说出了 让我黑线满头的请求 他突兀地说 就像您帮您弟弟 联系几万名教授那样 现在 您就当帮您哥哥 我 去拿一些 企业家的通讯录吧 正无语 雷先生又蹦出一句 丫头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丫你妹呀 要不是在微信的另一端 简直就像马上 要来给我一个摸头沙 说实话 南方人 普遍不习惯随意突破 人际交往的界限 包邮区的G13 就更加无法销售 这种花式套近乎的铺垫了 还有一次 我在朋友圈推荐 PPT大师 向大哥的威克 随后就有朋友前来告状 根据告状截图 他去报名缴费后 使用战内信 兴冲冲地问候向大哥说 亲 约吗 大哥 沉吟三十个钟头 没动静 朋友很郁闷 抱怨说 等到花儿都谢了 不料向大哥怒而秒句 理由是 不好好说话 不伺候了 朋友一头污水 深感委屈 我对这位朋友说 第一次跟人沟通 不要那么粗线条 不熟的人 我不会叫他亲 不熟的异性叫我亲 我也会勃然大怒 去年还有位学员大叔 第二次发微信 就叫我猫妹 没搭理他 次日又问 猫妹怎么不理我 他妈的谁是你猫妹 养了猫就是你猫妹 那你戴着墨镜 是否应该叫苍蝇书啊 从以上几则案例 我们应当汲取的教训是 说话沟通 千万别只顾着自己爽 一定要看对象 对于理性冷静务实的人 就别一味望上扑 后退半步 克制的态度 才是真正的尊重 而对于感性热烈勿虚的人 就要适当地投其所好 探明初步的默契点再说 无论对待哪种人 初次沟通都不要随心所欲 热情过度 保守谨慎 虽然缺乏个性 但至少不会出错 而玩个性 则非常容易玩脱了 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进一步 如果想要联系思想家 像作家教授 以及某些爱步道的企业家 切不可盲目膜拜 或者搬门弄斧 而是要指出对其具体作品中 具体细节的具体理解 一句话就是 你懂他 学生时代 我就是这样同科幻泰斗 王靖康老师 建立起望年之交的 论年龄 他比我爸还要大十岁 论经历 他是老知青出身的石油工程师 论风格 他苍凉沉郁 折丝深邃 无论哪个方面 和他相比 我啥都不是 但当时 无知无畏的我 针对他处女作里的某处细节 表达了我的感受和理解 不料很快 他就快乐地回信说 我确实要表达这样的含义 那么多读者当中 也只有你一个人看出来了 可以把我所有的作品 都点评一下吗 不用长篇大论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尽管他的作品 共有几百万字 但我真的一一加以评点 用实际行动 向我衷心钦佩的作家 证明了我是他的知音 即便没有创业家 或思想家的分量 多了解 也绝对有好处 基金经理小杨 想和潜在客户沟通 他有对方的微信号 却觉得彼此之间太过陌生 不便贸然申请加油 他对我说 毕竟信任得通过多次互动 才能建立 多了解对方 至少能保证 不会说出煞风景的话吧 现在大家都这么忙 可能一两次误会 就不好再联系了 小杨的做法是通过微信号拼音 拼出了几个汉字网名 用百度分别搜索 就找到了对方的大众点评账号 发现对方是个资深吃货 在点评上十分活跃 就用美食话题给他留言 很快与那人互动起来 短短几天 就成了趣味相投的朋友 对方觉得小杨很懂他 最后要提醒的是 懂他并不代表要去挖掘他的隐私 过犹不及教训沉痛 我同学代表世界五百强 姜蒂尔去招聘 而一位应聘者非常合格 但这哥们因为太过急于进入姜蒂尔 竟表现出他比面试官的妈妈 还要了解面试官 手中掌握着我同学 祖中十八代的三百六十度信息 其实他的本意 不过是想炫耀一下智商 但被吓坏的面试官 当即就找了个莫须有之罪 就把他给拒了 七十万年薪的offer不翼而飞 马克吐温曾经说 人人都像月球一样 有着永远不愿为外界知道的背阴面 从这个案例中 我们应当汲取写的教训 麻烦别人请先麻烦自己 方便自己 请先方便对方 换位思考 价值交换是其一 地位姿态尽量对等是其二 对目标人脉了解充分是其三 最后一点是篇幅适中 初次联系 一百五十字左右比较合适 我们应该避免两种情况 就是篇幅过短或者过长 西字如今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 随便来一句 你好 在吗 你好 现在方便吗 挤牙膏一样 坐等别人反应后再说下一句 很可能永远也等不到回音 去年有位前同事先问我 在吗 我说 在 十分钟后又问 在干嘛 我说 在玩 二十分钟后再问 有时间吗 我说 兄弟啊 有事尽管讲 结果过了半小时 他回答说我没什么事 就是觉得很久没联系你了 把我气得当场抓狂 此后 无论是谁问我在吗 又不说事 我的回答就是 正不在 如果是初次招呼 更不要直接来调微信语音 按照认知科学原理 人如果收到外有包裹 含义不明的信息 大脑的本能反应就是胶着 通俗的说 你看到微信上 对方的语音图标和时长 却不知道这条语音 包含了什么信息 必须点开听到 才能知道 那么 在你清楚的听到 并理解它之前 你的大脑会不耐烦 此外 给生人发语音 也是不妥的 首先 你们的关系还不熟 可以那么亲近 其次 别人可能身处 嘈杂环境 不方便听 再者 语音承载 非结构化的内容 理解起来会更费劲 最后 发语音 明白着是要方便自己 麻烦对方 会被视为没有礼貌 甚至轻视对方的 恶劣行为 因此 无论你拿到的是微信 还是手机号 请尽量优先发送文字 因为 这才是麻烦自己 方便对方 含有致敬的意味 也体现你的修养 拿到手机号 直接打电话 更是大忌 不仅明白着 我懒得管你是否正在开会 开车 开派对 开屁屁 而且很有直接入侵 他人私人空间的意味 很多朋友都有一种思维定势 认为向目标人传递某个信息 如果发文字 人家很可能不看 但如果打手机 人家就一定得听 我很想问问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声音甜美雌性 还是因为你相信 说比写 表达的更清晰 实际情况恐怕正好相反 大部分人是视觉动物 只有少数人是听觉型的 你发文字 人家一定会先看了再说 至少扫一眼 了解个大概 但是 你打手机 人家为什么一定会听 99%的陌生来电 我都不接 或者直接挂断 还有1% 我会在两秒内挂断 相信 极少有人能在两秒内 展示出事情的亮点 而且 我最关心的 根本不是你说了什么 而是我的手机号码 你是怎么得到的 嗯 另一方面 接二连三对人进行信息轰炸 显得更为可恶 我有位学员老谢 中学语文老师 为了让我给他插队 开小照 连发六段 每段长达五百字的微信 不断地同意反复 他的出生年代 家庭情况 社会责任感 前半辈子的奋斗 后半辈子的理想 结论是 所以我该照顾他 为他完成任务 一二三四五 当时正值国庆 我在海外旅游 七天奔袭七个城市 作为晕车癌晚期 时刻处于欧吐的边缘 看到这串信息炸弹 接踵而至 泪心瞬间 跑过上万匹 南美神兽 最后 我只能说 不约 叔叔 我们不约 谢先生 错就错在用力过猛 导致明明已经成功的预约 都被毁掉了 因此 当你寻求沟通的时候 请摆正姿态 相信对方 也相信自己 尽可能 别给人家写一大堆 无论你对他有多熟悉 或多期待 在他看来 你只是个陌生人 如果陌生诉求 他二十秒钟 不能一眼扫完 全部吸收 自然就会产生 心理压力和心理反弹 然后你们就没戏了 所以 就一百五十字 就发一遍 集中表达一个诉求 而不是同时表达五六七八个 如果必须表达多个诉求 就请把段落分开 内容包含五点 你是谁 有什么事 为什么找他 对他有什么价值 需要他当下做什么 即便只是表个态 清晰明确具体 而不逆于细节 方便他做出一个 最初步的判断 也让他感受到 你在好意帮他节约时间 如果一周内没回音 那么最多再发一次 因为只要渠道正确 他太忙了没看到 多半是我们 给自己的心理安慰 听艾蒂克尔尼的高层说过 在国际顶级咨询公司 一页PPT所呈现的信息 必须达到 作者不讲 而读者看后 17到20秒钟类 全部理解的标准 正常人的注意力 集中一次 只能持续20秒 没法更多 像我这种200秒钟 都让人看不明白的 直接炒鱿鱼 综合以上 价值交换 身份对等 充分了解和篇幅恰当 就是我们搭建 沟通桥梁之时 不犯错误 规避掉系统性风险的 黄金四法则 在我看来 商业问题 没有外交问题复杂 巧舌如簧 能够争取的空间不大 在不犯错误 表达清楚的前提下 对方是否回应 最终取决于事情本身 是否吸引他 如果不回应 就等于是说 我不需要 或我没兴趣 那你就不要霸王硬上弓了 硬上弓也没有用